我是句号情感诗,善于分析解答情感问题,所有的情感问题都是人性使然,只要细心洞察,就知道所有的情感问题并不复杂,人生烦恼就15个字,拉不准,放不下,想不开,看不透,忘不了,很乐意与你分享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。 欢迎与我探讨,评论,留言,今年来,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引发关注,辽宁省率先宣布生儿还有奖励,探索对生育儿孩的家庭,给予更多奖励政策,减轻生养子女负担,对于女人来说,生儿胎绝不仅仅是养子负担那么简单的事情,有些夫妻生完儿胎,把男婚姻不保,很多的家庭还是女人主内, 男人负责养家,女人前期要生孩子带孩子,工作都不稳定,有的公司招人时,还偏向于招结婚有小孩的人,这样的员工稳定性要好一些,如果再生二胎,年轻的美好时光,就折腾到孩子生上去了,有一些婆婆不明是非, 反而抱怨媳妇在家耗之懒作,不体贴丈夫,不出去挣钱,反倒成了一个婆媳关系不合的家庭矛盾,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超女,三年内生了两个孩子,没想到的是刚生二胎没多久,就被丈夫斥责,舒适脾气暴躁,互相猜忌,两人最终还是离婚收场, 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,有的女人说,我就生一个孩子,不怕丈夫出轨,就算离婚了,也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,不会因为有两个孩子,将自己在婚姻中处于被动,夫妻感情本身就有问题,经常吵架,丈夫重男轻女,因为以前生了女儿很不开心,有的妻子就认为再生一个孩子,情况就好了, 事实反而相反,不要错误的认为,再生一个孩子可以去感化他,可以让他有责任,本来就脆弱的感情是可孩子维护不了的,相反,多了一个孩子,感情会变得比以前更坏,因为有的男人认为,有两个孩子了,妻子反而不会经历离婚S,有的父母,已经有两个男孩了,可是还想要一个女儿, 于是继续生,结果又生了一个男孩,有个别情况还有生双胞胎的情况,本来生活还算轻松的日子,一下就结局了,该不该生二胎,还是要根据夫妻感情,经济能不能负担得起做决定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